女生身上确实有很多问题啊 但是我不是特别的忍心说你 你是一个特别茫然无助的小孩 特别希望通过情感这条纽带 让自己能够去到幸福的彼岸 就好像你现在在水里 特别想抓住什么东西能让我靠岸 我的父母我想抱着他们 但你发现抱不住哦 他们还是离婚了 所以你发现我想要的 似乎父母能给我的幸福 他们也给不了我 我想要的似乎爱情男朋友 我自己的婚姻能给我的幸福 却发现这样一个人 比如说我希望能扶着他上岸 我可能连碰一下他都跑得很远 那怎么才能游向这个幸福的岸边 是不是我们得自己学会游泳啊 是不是我们自己得有 去向目的地的能力啊 可是你现在没有啊 因为你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了别人身上 你自己没有力在那里啊 我当时觉得这个男生走入你的生活 对你是很好的一课 你看他是充满了对未来的人生的规划的 他是有热情的 而你刚刚大学毕业没有多久 就一心只想做个老妈子 所以我给女生的建议是 真的要让自己充实起来 先去学会自己生存 自己幸福 自己快乐的技能 再去谈恋爱 再去说结婚 而男生我觉得 女生说了两次你冷血 我一开始觉得 怎么能说自己男朋友冷血呢 但我听来听去 听到最后真的觉得你挺冷血的 你的女朋友 哭成那样说 我父母要离婚了 我太难过了 我理解你 不想用你们的婚姻 来去绑住他父母的婚姻 但你那种置身世外的态度 让我很不舒服 如果你不能够去换位思考 体恤他 多少能够做一些 他希望你做的事 那这恋爱谈的干嘛呀 你去追求你的梦想 你去过你阶梯性的生活 各找各的幸福就好了 我个人真的觉得 你们不是很适合 希望你们能真正找到对的人 让自己以后的人生 更幸福更快乐 谢谢 谢谢杨老师 我说点更冷的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都太爱自己而不爱对方 太自私了 都是为自己的感受而活着 女生啊 我问你个问题 就是因为你的干涉 使你的父母 本来不幸福的婚姻 还在维持着 名存是亡 他们会幸福吗 我就想 主要是真的就是有一个执恋 那是你的执恋 对不对 对 你就要把自己这种执恋 强加于父母之上 就凭他们爱你 所以你不顾他们的幸福 他们这种吵架 想离婚多久 很久吧 反正我 很久 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你的自私 导致他们没有更早地去追求 属于自己的幸福 找到那个对的人 他们为你是在维持 实在真是维持不下去了 你还妄图用你的婚姻 用你的孩子去绑架他们 太残忍了 他没有他们的问题 那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 他们如果分开了 早早地分开 可能他们各自会很开心 但是就是因为你 他们不开心多年了 就是因为你的执念 就是因为你认为自己是最重要的 你只考虑自己 别看你为他做饭 为他去吵架 为他做什么 但是你还是为你自己 包括要跟他结婚 你是为了捆住父母 各等的残忍 你更冷血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反省 我真的建议你静下心来 多跟自己的母亲聊一聊 母亲在这件事情上看得很透盗 而且她是最为你着想的那个人 好不好 多听听母亲 她那段感情幸福吗 她受的罪 还要在你身上从早负责吗 听听老人的话 好不好 男生也是一样 你确实是在利用她 会做饭 可要把琴练得特别好 哪件事更难啊 当然是练琴咯 而且你还抱着自己要出国的这个想法 对不对 那是你的自己的事吗 其实我只是希望我可以跟她有一些互补 你们可能是 业务音乐上的知音 但你们一定不是知心的爱人 她无法理解你 也不能接受你追求自己的事业 你觉得会跟她长久吗 所以有什么话咱就说出来 不合适就分开 不要暂时现在这样利用她 好不好 明白 就这样 谢谢曲总 请不吝点赞